小明和小华相约假日一起出游 小明传给小华约定的时间却用了密语 并告诉小华 这个密语和周期表上的原子序有关哦 小华看了讯息 一脸疑惑地拿出周期表 小华说 福冒号星 这到底是几点几分啊 请你对照福与星 这两个元素在周期表上的原子序 帮小华解除密语吧 拿出周期表后 小华找到福与星 这两个元素在周期表上的位置 并发现福是周期表上第九个元素 原子序为九 星则排在第三十个 原子序为三十 这样小华终于知道 原来福冒号星是九点三十分啊 不过原子序代表什么意义 为什么周期表上的元素 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排列呢 在了解这个问题前 先让我们看看 元素周期表的故事吧 随着科学家们 发现越来越多元素 他们发现 有些元素间 具有相近的物理及化学性质 科学家们 试图找出隐藏在元素间的规律 俄国科学家 俄国科学家门德列夫就是其中之一 他相信特定元素间应该有着特别的关系 于是门德列夫按照原子量编排 发现元素的性质显然具有周期性 像是理、纳、甲就具有相似的性质 于是最早的周期表就这么诞生了 不过看似已经找出属于元素的规律 但周期表上却还有许多空格耶 请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门德列夫 要如何解释周期表上的空格呢 由于当时发现的元素还没有现在这么多 门德列夫便大胆假设 这些周期表上的空格 只是还没有被发现的元素 并且可以利用周期表 预测这些元素的特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科学家们真的找到 门德列夫当时预测的元素 逐渐将周期表填满 并适时地调整 最后英国物理学家莫士勒 以原子的直子数代替原子量 来排列周期表 亲身我们现在常见的元素周期表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周期表中 获得什么元素的特性呢 为什么老师总要我们记 清理纳甲如色法 这些一连串像咒语的东西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仔细看看 这张累积众多科学家 心血结晶的元素周期表吧 周期表中的横列称为周期 元素按直子数量排列 氢只有一个直子 所以排第一个 接着由小而大依序排列 而元素在周期表上的顺序 又称为原子序 接着我们换个方向看周期表 周期表中的纵行称为族 由左而右依序为第一族到十八族 同族元素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 例如钠与钾属于第一族元素 都能与水反应产生氢气与碱性物质 所以又称为碱金属 铁钙属于第二族元素 称为碱土金属 氦和奶同属于第十八族 因为化学性质安定 常温下很难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 又称为惰性气体或钝气 同时你也会发现 金属元素大多分布在周期表的左侧 非金属则分布在周期表的右侧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对于元素周期表 有更多认识了呢 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 元素周期表 依照原子序有小而大排列 横列称为周期 纵行称为足 同族元素化学性质相似 第一族元素又称为碱金属 能与水反应产生氢气与碱性物质 第二族元素称为碱土金属 第十八族又称为碱性气体或钝气 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想 为什么相隔一定距离的元素 会具有相似性质呢 看到了吧 谢谢观看